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知这一看 我顿时心脏漏了半拍 哑巴一向高傲的神色 如同被人甩了一耳光似的难看 铁青着脸 目光仿佛要杀人 他为什么脸色这么难看 因为哑巴身后的铝素还有豆腐 这二人都不见了 我脑海中嗡的一声 连忙往回跑 越过哑巴将哑巴后面的绳索给收了回来 只见绳索并没有被割断 第三个绳套还保持着完整的原形 仿佛原本被绑住的人忽然变成泥囚 消失了似的 而第四个绳索就是被人为地解开的 只留下了一个活动钱 我焦道地问哑巴 这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 哑巴的神色也很难看 这人高傲无比 谁知两个人就在他眼皮子底下消失 而且还消失得莫名其妙 这个打击估计也是口大的 因此哑巴这会儿的愤怒 反而给他增添一丝人气了 平时的哑巴 就像一个被抽离了所有情绪 只剩下冷漠和高傲的人偶一样 他这一怒 我反而冷静下来 此刻盯着手中的绳索 我脑海中有无数的疑问 要想弄清楚这些 首先得搞明白 豆腐和吕宋是怎么消失的 第四个索套是属于豆腐的 被人为解开过 那么是豆腐自己解开的 还是有人帮他解开的 我挨个往下分析 首先 豆腐绝对不是被强迫的 在行走的过程中 如果是被强迫的 那么我们肯定会听到动静 生性警惕的哑巴 也不可能没有发觉 所以唯一的可能性便是 绳索是豆腐自己解开的 他为什么要解开绳子 这小子虽然平时不靠谱 但大事情从来不乱来的 不会平白无故将绳子解开 其次最让我费解的是 第三个索套 也就是属于吕宋的那一个 为什么这个索套 会保持原样呢 要知道 索套是贴身绑着腰上的 要想这样原封不动地 保留下来 除非吕宋会缩骨弓 身材会忽然缩水 导致索套自己化露 吕宋当然不会什么缩骨弓 既然如此 他是如何办到这一点的 为什么吕宋和豆腐 会自愿地 无声无息地消失呢 我心中百思不得其解 而一旁的哑巴 显然也在思考这些问题 忽然之间 哑巴猛地一抬头 冰冷的薄唇 吐出一句话来 那个吕宋是假的 我猛然听他这么一说 觉得自己的思维 有些混乱起来 我说 怎么又说他是假的呀 难道你是因为这个锁套吗 难不成 哑巴认为 眼前的锁套 之所以会是这个模样 是因为 吕宋变成那种蓝色的火焰 哑巴这次没有保持沉默 眯了眯眼 冷冷地说 还记得和他相遇时 他说的第一句话 我回忆了一下 吕宋当时指着哑巴 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是假货离他远一些 这话似乎没什么问题 等等 我脑海中猛地 抓住了一条线索 不对 如果说 吕宋在之前 也遇到过很多假货 那么 他看到我们三人时 他的第一反应 应该是怀疑 我们三人是假的 而不是一口咬定 说哑巴是假的 这个混乱的逻辑 在当时那种 真真假假的环境中 被我们给漏过去了 难为哑巴 现在居然会想到 如此说来 按照这个情形推测 这个混在我们队伍中的吕宋 岂不是个假的吗 是不是他干扰了豆腐 所以才使得豆腐 做出自己解开 神套的行为 我越想越觉得可能 但与此同时 另一个疑点 又浮现出来 这个假吕宋 几乎看不出 它是假的呀 除了外貌 还有它的认知度 比如 他曾经问过 我和豆腐的伤势 如果是软粽子 变换的假吕宋 又如何知道 我和豆腐 曾经受过伤 如果是个假货 他也不可能 对我们所说的每句话 都做出正确的反应 比如 他推测出 关于平衡的说法 又比如 他还懂得练尸之术 单拱双计 这类说法 一个软粽子 变化外形倒也罢 怎么可能连思想 都模仿出来 我将这个问题提出来 哑巴没有回答 他微微皱眉 漆黑的目光 在冰冻中扫湿了一圈 忽然淡淡地说 我在这里 被困了三天 看到你们时 我想到过平衡 只是没有下结论 他这话提醒了我 我猛然意识到 吕宋后来讲过的 单拱双计 练尸之术 事实上 我也早有耳闻 心中也是知道的 哑巴这么一说 我便明白了他的意思 难道那个吕宋的思想 实际上是从 我和哑巴的内心中 借鉴而来吗 莫非那些蓝色火焰中的 鬼魂一般的东西 拥有能够洞察人心的能力吗 我煞是觉得 寒毛倒数 如果真是如此 那真是太可怕了 一个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的对手 一个甚至知道利用我们的思想 来误导我们的对手 该怎么战胜他呀 细分起来 我和豆腐进入此地之后 满心都是想跟吕宋和哑巴会合 再加上腹中饥饿 因此也有想吃东西的意思 而后来遇到第一个假的 吕宋给了我们吃食 第二次 我们和哑巴会合 就剩下吕宋不知音讯 因此我们三人心中或多或少 都同时惦记吕宋这个人 因此他第二次出现了 这次出现 他带走了豆腐 我不知道豆腐会怎么样 就像哑巴所描述的那样 他和吕宋走入这个冰冻之后 吕宋忽然消失了 紧接着 随后看到的人 除了我和豆腐 几乎都是假的 那么消失的吕宋去了哪里 消失的豆腐 又会去哪里 我忍不住揪住了自己的头发 狠狠骂了一声娘 这他娘的到底是什么种子呀 都他妈会读新术了 这时哑巴似乎想到了什么 嘴角忽然勾了勾 冲着我勾了勾手指 冷冷地说 小子过来 我心说你又不是我爹 让我过去就过去了 不满归不满 哑巴不是一个不靠谱的人 因此我就凑过去了 想听听 他是怎么想的 谁知 我才刚一凑近 这小子猛地伸出手 在我后脖子上猛地一使劲 我便感觉后脑勺 嗡的一下 便感觉眼前也黑 四肢无力 什么也不知道了 倒下去的瞬间 哑巴似乎接住了我 多余的 我就再也不知道了 我没想到 哑巴会来这么一手 直接给我晕菜了呀 迷迷糊糊之中 我感觉一阵颠簸 似乎被什么人背在背上 过了一会儿 似乎又被什么人 扛在肩膀上 总之够折腾的 等我意识开始 回归大脑时 最先感觉到的就是疼 后脑勺一阵阵疼痛 紧接着便听到一个冷漠的声音 就说 醒了就别装死 我很艰难地睁开眼 看到的是哑巴 我说 吴蕊 你怎么有种啊 为什么弄晕我呀 紧接着我就发现 周围的环境已经变了 不是之前那条冰洞 而是在一个比较大的空间里 除了旁边照明用的打火机 大部分的地方都被黑暗笼罩着 我有些吃惊 心说怎么晕一场 醒来就换地方了 我问哑巴这是哪儿 哑巴说 我们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 这里是他的出口处 他将打火机熄灭 打开探照灯 强力光束射出之后 我看清了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在我们的前方 是一片巨大的不动水 这片不动水范围很广 一眼也看不到头 至于后方 则是一面兵壁 正对着我们的是一条 布满冰锥的通道口 冰锥上反射着我们的影子 现在我彻底相信 我和哑巴已经离开 那个鬼地方了 但我想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哑巴能这么快 找到破解的方法 仿佛是看出我的疑惑 哑巴微微抬来抬下巴 神色冷漠而高傲 冷冷地说 是叶玉 什么都不要想 自然就出来了 叶玉 我隐约觉得 自己似乎在什么地方 听过这个词 脑海中思索一番 立刻就想起叶玉的来历了 古代神怪杂技中记载 帝府有明心之火 魂自其上过 幻化万千 燃尽俗念 再可脱去前尘 又称叶玉 其断绝一切俗念的地方 使人回归到思想空明的境界 而叶玉 并非真的只有帝府才有 杨芳的秘籍中 便记载过一种 类似于叶玉的东西 人力可以为之 汲取百年千坟土熬成糊状 洒在一定范围之内 那边范围内 就会形成人造叶玉 那么什么是百年千坟土呢 这东西说难也难 说容易也容易 即寻找一个 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大型坟园 收集园中 一千座百年老坟的坟头土 百年墓地倒是好找 关键是 尽要满百年 墓中还需有一千座百年老坟 这可就十分罕见了 被叶玉邦果的范围之内 人一旦走进去 就如同走入一个幻境 心动则万象生 而一个活人 是不可能完全断绝 自己的念头的 因此这种地方 被称为只有死人 才能走出来的地方 您刚才听到的是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trans哪里 百年老坟的